真是筆在抵抖的時候,他就有接收你 他沒說過一定會接收 接收的意思,Receivership的意思 即是倒閉的意思 我也是,我以為你的接收是要幫助他 因為你金融述語,Receivership,即是你倒閉 我覺得這個機會是挺高的 大家記得登記 YouTube 再開始看影片 還有記得訂閱新城財經台 YouTube 頻道 回到投資點前,逢星期四 這個時候,5點鐘開始 我們都會有進行顧問董事總經理王良響 Tommy Kristine 你好 Tommy就會跟我們找些事幹出來說 這些事幹可以令大家一點會成一點 就變成我們投資市場上的點陣圖 有一條線出來了 Tommy,今次這件事 我們都是要說一些最近期影響市場走勢的事 昨晚這個… 美國第一共和銀行 對,美國第一共和銀行 股價又再跌過了,這兩天 我記得上一次,當這個直曲銀行出市的時候 跟大家說過這些所謂叫做… 現在還在跌著 應該 由上次,3月24日 3月24日 其實這個直曲銀行的市已經差不多 已經告一段落了 因為當時美國聯邦、FDIC 存款保險局已經包底了那些25萬以上的存款 應該就…當時這些區域銀行的壓力已經沒有那麼大了 我記得跟大家說過,其實聯儲局和FDIC 它去救銀行,其實我們英文說它cherry pick 即是它有一些它是救的 它有一些其實傾向是不救的 那麼,為什麼可以這樣看出來呢? 因為,記得就是說 除了這個聯邦存款保險局 它是包底所有存款 即是說,你25萬以上的存款 它都是歸還的 那麼美國的聯邦存款保險制 就是說,它補到25萬而已 但是當時,因為怕大家擠提 所以它就說,這些存款我們都保的了 那麼你其他放在第二些銀行那些 小銀行那些就不要走錢了 反正都是包底 但又不是這樣說的 我是小銀行那些 我到底拿出來吧 因為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停 還有它每單都要再做決定 究竟它包不包 它現在不是全部包了 它是當它出市的時候才一包 第二就是 聯儲局那時候就說 我們可以給一些貸款出來給銀行的 那麼這些貸款呢 就不是那個叫做貼現槍貸款 貼現槍貸款 即是你真的手頭很緊 但是銀行呢,你又拿著一些 譬如美國的負債券 那你說,那我現在就在你的貼現槍借錢 但是不好的嘛 因為你去貼現槍借錢 即是通知這個監管機構你有問題 即是你沒有水 那你就去監管機構借錢 那麼它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聯儲局說 緊急貸款 你現在來的話 無論你那個 即是 美國的那個負債券 現在值多少錢 你現在來借 用那樣東西來當 我當足給你 譬如 那個Face Value 是100元的 那我就當足100元給你 對,他真的很有心幫助聯儲局 你記得我跟你說過 譬如說你一年前買一個 十年期的美國國負債券 100元 當時它已經跌了十幾元 即可能值85元 但是呢 對這一家第一共和銀行 它也是給它這麼借的 因為這是它的方法 你可以抵押這個國負債券 但是很可惜 這一家第一共和 它持有的大部份 是一些 美國50個州 棍、縣 是不是因為這些 之前高息一些呢 其實這些大部份 它是免稅的 還是支持 支持那個州棍 是,它支持州棍 大部份這些都是免稅的 還有 它的那個 所謂的 信貸 可能比起美國國負債 是低一點 那個回報可能高一點 但不是高很多 即是你不同 我買過那些垃圾債高息 債高這麼多息 它持有很多這些 這些就是州棍政府發出來的 一些按揭債券 還要按揭債券 這個問題就來了 聯儲局說這些是不包的 那不包是什麼意思呢 不包就是說 如果是100元的票面值的話 抱歉 抱歉 當不到100元的 現在市價多少 就當多少 即是有些 都不是 那它可能已經 如果是 美國政府債券都值85 如果是 不是這個 即是沒有85 即是沒有85 那可能是70 或者什麼 那你就是 100 100元只可以當70元 那它就是 問題就來了 那它當不足的時候 它現在要賣資產了 那現在它發覺 第一季度 不見了1000億的存款 那現在呢 它就是 要買回1000億等值的東西 那它一賣1000億等值的東西 那它一賣1000億等值的東西 OK 你在你那個 即是 銀行的倉庫裏面 譬如你有 這個 就是貸款 那貸款 那些人要還給你的 那你可以去賣 其實貸款都 不過 當然那個市場 就不是好像 那些債券市場 那麽 就是 流動性那麽好 你一定要找到買家 那那個買家 那那個買家又可以 就是有 就是負起這個 追溯的責任 那它這 就是 貸款 那 那個 比重 其實 有一件事很高的 就是這個 商業樓宇的貸款 那商業樓宇的貸款 和商業樓宇的那個 就是 按揭的債 那我記得 我跟你說過 現在美國 那個商業樓宇的市場 都幾差 那 那 你可能 其他節目也有提到 就是 這個 加州方面 那些 那些 那個空折率 是20%以上的 就是 在三藩市 那麽 所以你變了 現在那些 就是 你的那些貸款 你賣出去 那又打個折了 那你就是 打折 打下打下 你說 你要拿一千億回來 你可能 要賣一千億 資產出去 那你變了 其實 就是 那個 那些監管機構 就會覺得 你現在雖然拿些錢回來 錢就是零風險的東西 但是你已經截了一半了 或者截了三成、四成 你又會有一個危險 就是你又會是資不抵債 這個情況 當這個監管機構 發覺你是真的資不抵債的時候 他就有接收你 接收的意思 Receivership 的意思 即是倒閉 我也是 我以為你的接收是要幫助他 因為你金融述語 Receivership 即是你倒閉 我覺得這個機會是挺高的 因為我跟大家提醒過 我現在很擔心 美國的二、三次運行 當聯儲局說 你現在來貸款 我不是借了一百元給你的時候 大家都應該有這麼的心理準備 但是不要忘記 這個 當時應該是十一間銀行 一起借了三百億給他 但是這三百億可能沒有事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這三百億這些銀行 不是買他的資產 這三百億的銀行 就是我傳給你的 那這個存款 那這個存款 當他倒閉的時候 聯邦存款保險局 就會說 包底 那這個銀行業都很聰明 不過就這麼說 其實也是一條路 我找些錢鎮著你 但是他又不爭氣 那他沒有辦法 這件事 整個架構令到他是這樣 那他當時 大家都眾志情情去救你 你都不爭氣 你現在給他的時間很短 你記得我跟大家說過 1998年 當這個LTCM 那間對沖基金 叫做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當他爆布的時候 有14家銀行一起救他 大家一起注資 那時候是注資 不只是給他存款 注資之後 就把整個管理層 換掉 這14家銀行一起去管理他 結果兩年之後 這14家銀行 就拿回他們的投資額之外 還有錢賺 不過這間公司兩年之後 一樣是沒有了 這樣的情況 他們的股東 其實都是虧錢的 不過那些銀行 如果他們是有投資 在這個對沖基金的話 他管理了兩年之後 自己的錢沒有事之外 還賺回一些錢 但是這個第一共和 發生出事到現在 只是一個多月時間 但是你過不了監管 遲些 那個迫切性很厲害 除非他現在說賣資產 譬如他說 我要1000億的現金 我現在賣1000億的資產出去 你們全部幫我買完 都是用原價 那你說那些銀行 有沒有那麼蠢 用原價幫你買 不會 因為你那300億 那些銀行給了出來 是存款 那存款 你知道 遲些他真的不行 那這個聯邦保險 包底 他就給你 那他是不是沒有一個誘因 去繼續救你 反正現在 如果你要救他 你要幫他買東西 你買完他的資產回來 你怎麼知道他的資產 是不是真的不良資產 而且因為他的貸款方面 很多這些按揭貸款 也很多商業樓宇按揭貸款 到現在為止 這個月裏面 這些商業樓宇的MBS 那些價錢還是很差 因為大家覺得 如果美國真的進入衰退的話 那個壞賬率開始就上升 你第一次托他 托了他之後 歸本的機會是高的 所以你就去托他 第二次現在來了 你還托不托呢 所以他想著整間賣 整間都賣不去 現在他想著斬件賣 我猜都是賣不去 那這個呢 最流行就是 星期六、星期日去宣布這些 所以你過了明天 他可能星期六、星期日宣布這件事 這間就有receive